自动对刀功能 对刀块位置 在机床的固定位置 每次对刀可以自动行驶到固定对刀块位置 对刀 在此方式下 机床必须有圆点开关 每次开机必须回一下圆点 对刀块位置给一个参考点 如果没有安装机械开关 我们就要手工确定一个机械圆点 我们先在机床的任意点 然后把它定义为机床圆点 然后在控制器上 在机床坐标下 我们把坐标清零 一道马起坐标 然后把这个第二功能 然后置零 然后现在机床的 刀间在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定义的机床圆点 然后我们以这个位置 然后去找对刀块的位置 然后用手工条件 调到对刀块的位置 然后我们在控制器上 记录下此坐标 可以看到 X-6 Y坐标 -71 然后我们把这个位置 就是对刀块的位置 在系统设置里面 我们把这个位置输到 固定对刀位的 XY坐标 然后我们现在进入页面设置 然后进入系统设置 然后进入系统设置 好 我们负6 负6 这个负71 负71 然后对刀位置 Z轴出时位置 这个位置是从 供电源点 然后抬高的位置 就是说每次去对刀 Z轴抬高的一个尺寸 我现在把它设成 根据这个值 根据机床的那个 具体情况去设置 然后保证Z轴在 对刀块的位置的时候 不会碰到 不会碰到任何的障碍物 然后 对刀后回退距离 这个是对刀后 刀距抬高的 抬高的距离 我们设置完以后 就回主页面 现在我们 现在我们把座标切到 G54 现在G54就是 弓箭坐标 把弓箭 移到出时点 然后清零 然后我们把弓箭坐标 清零 在G54下 按第二功能 智灵 全照智灵 对刀 按对刀的话 它就会自动跑到对刀位置去对刀 我们看一下 按第二功能 然后F对刀 然后再按F对刀 然后自动对刀完成 现在我们再按回原点 它就会跑到 跑到弓箭的 刚才我们定的清零的位置 看一下 第二功能 回零 我们待会按A-回零 我们看一下 XX-回零 然后就回到我们刚才定的位置 然后现在这个Z轴斯在安全高度 我们等下直接按加载完代码 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按启动加工就可以了 下次换刀的话 可以直接按对刀 它就会跑到那个对刀块的位置 自动对刀 顶不过 你看 非常好 人 人 谢谢观看